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安和田宠物经历人的负责人 林芳竹林女士你好 你好 林小姐可以跟我讲一下说你 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产业吗 原本是这个产业别的人吗 不是 我是属于投资者 然后我们的经营者突然的离开了 变成投资者要自己跳进来经营了 那当初这样子 这一段的故事这样子 那有没有就是当初是 因为毕竟这个产业跟原本的产业有相关吗 完全不一样 那是不是 因为毕竟你要接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很多功课吗 要去学习 然后从林 开始一步一步的去学 所以要知道说宠物殡葬业 我们要从殡葬的这个部分去学习 那学习生命礼仪的课程 所以我后来面对 决定要扛下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就去上网 然后去看这些宠物离师 然后去上课 然后去学习 然后去 面对这些宠物离开的时候的 所有的流程该怎么去走 然后要有非常正确的方式跟方法 以及我们怎么去安慰到这些 事主他面临 失落的 这些情境的时候呢 你该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个很好的脱离 然后 把他们带到一个对的方向 这个都是需要学习跟 上课 那因为你原本的产业别是已经做到蛮稳定的吗 营运上 那我觉得好像在 要怎么去把自己归零在一个新的领域上 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对不对 对就是 你要转换角色 那这些角色就是要重新告诉自己 不就是要学习吗 那学习不就是从零开始吗 那就是 回归当学生的那种 心情跟心境 然后去学习一个新的产业 你才能够重新再出发 那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 你觉得挫折或者是真的蛮平静的事情 挫折只是 挫折也是会有 但是这些挫折就是让你往前走的动力 那 宠物产业这个宠物经验园 宠物生命礼仪 这些在早期来讲的话都没有很开放 那我们比较挫折的是因为他没有法源依据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很多人说这个违法的 其实不是违法 是政府当初的立法 跟配套措施没有非常的完整 也还好就是说 其实政府都有在倾听 整个市场 整个市场的趋势 所以在去年终于也把这个法案重新修订了 那也有一个很好的法源依据 让这个产业 可以遵循这个产业 好好的去走 不会面临到抗议 抗争 这些等等 所以你们有遇到过抗议 有啊 抗议抗争 到最后我们园区就修园 这些等等 这些 不堪的往事 其实都有 那其实有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也不是都是 一路顺遂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就是 永不放弃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放 你 不放弃的 前提之下 就是 又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点给你 我会给我这么多的支撑点 是因为很多的侍族 让我看到他们对宠物的爱 真的是不离不弃 被这一份爱所感动 把这个感动化为一个动力 让我努力的不断的去 把这些 把这个产业一定要做好 相较于 人类的一个 殡葬的礼仪的流程 其实因为虽然说现在我觉得慢慢的 越来越多人去重视 宠物礼仪的 这一个 这个东西 但是 相较之下 其实他没有像 人类礼仪的流程那么繁琐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做人的殡葬业 比较多都是宗教 对 就会把宗教的注入在这个仪式当中 然后 可能家里面的人也很多的 不同的辈分 族群 他们也会去观望说 你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 宠物殡葬业这个是 因为毕竟宠物跟人还是不一样的 最主要宠物这一块 我们就是让世主了解到说 我们的整个火化的流程 还有你对宠物的这些最后的 告别 那 毕竟宠物 他跟你陪伴这么久的时间 是真的是不离不弃 现在年轻人说的就是 我养一只宠物来当陪伴者 有很多的主人都会说 他比我儿子女儿还乖 我每次叫我儿子女儿 他们都还跟我说 等一下 你看宠物都不会 你跟他生气了 他等一下还是会来找你 对 跟女儿儿子生气了 可能他们就离家出走了 所以你看这些宠物给主人带来的这些 爱跟那种陪伴 等于是无价 对 所以我们就是会被他们这一份爱 他们到最后一离路的时候 还陪伴在他们的最后 其实真的是会深深的感动到 对 那因为我知道的是 在很多世主他在面临宠物离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是我们的处理的方式 第二个在他面临到的是一个心境上的转换 那 呃 园区的一个李医师要如何的去 陪伴 寺主 或者是 让他转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课题 嗯 对 那是需要时间 但是当下我们去告诉他 我们会有 我们园区的李医师 他们会有他们的 呃 跟客 跟这些寺主接触的时候 他们就会告诉他很多的其他的 宠物的故事 对 然后我们就是第一线的人员都会 呃 主要就是先倾听 对 当他在等待这个活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先倾听 嗯 他跟他宝贝之间过往的种种 好 那你有一路陪伴到他最后火化检谷 到最后你帮他做成植栽 然后带回去 用不同的方式再继续陪伴 那你看到植物这样子生命这么强 深深不息的这样子 这样子的来 延续 延续 对不对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生命其实在任何一个路口 他转弯了以后 就会看到另外一个井 然后其实他们渐渐的 慢慢的就会把这一份悲伤 就会慢慢的 把他 把悲伤转移掉 而不会陷入这个悲伤期 嗯 对 像刚刚有提到说就是 我们的最后最后的流程是 检谷 让他去看到 我们的 宝贝的骨头 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植栽 植栽是 把宠物的部分的 骨头吗 没有就是我们会 结果完以后会有一个研磨 你如果没有研磨的话 你那个骨头就是还是一块的 对 所以你看恐龙的化石 对 因为骨头的质地比较硬 对 所以你最后要透过研磨 把它研磨成细细的粉 对 然后把它直栽 然后我们就要告诉他 就是成归成 土归土 我们用最大的祝福来祝福他 也让他回归整个大自然 嗯 那在这个当下主人都一路的陪伴 一路的 在管理 所以他会很放心 对他不会觉得说心中永远都是觉得说 我宠物怎么 对对 然后 破坏完以后呢 然后 后续怎么处理 嗯 其实 对让主人会不放心的事 后续如果没有让他去参与到这一块的话 他的内心是不安定的 对 对那不安定的话 其实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 很质疑的地方 然后他会觉得说 他 他会 很 不放心 嗯 那我们就是说 尽量就是 可以让主人 陪伴 所以我们去 面对这最后一个环节 的时候呢 我们都跟主人约时间 然后尽量就是说把这个时间排好 让主人可以好好的送他最后一里路 然后在这个当下的时候也好好跟他们家的毛小孩好好的道谢 道爱道歉 嗯 到最后跟他道别 算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流程 虽然他 不像人类的 礼仪的流程那么繁琐 但是我觉得 他每一个 过程 你们去鼓励自主去参与的时候 其实同时也是让他 给他一个时间 让他去转换他的心态 对不对 嗯 那 安和田他 像他们有提供 植栽 那有提供 后续的一些观理吗 对 嗯 那还有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去给顾客 我觉得因为你们很重视 寺主在面对 呃宝贝离世的时候的一个心情的照顾 嗯 像有时候我们 最在等待火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尽量让寺主去把他跟他们家宝贝的这些过往的 种种的这些 生活的情况把他讲出来 对 那透过他讲出来跟传达的时候 其实内心有个出口嘛 对 那当这个出口有出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压抑在内心 嗯 然后他也学习慢慢的放下 那其实我们园区有时候都会 比较有经验的 他们就会觉得说 告诉他说 其实 你们家的宝贝有得到你满满的祝福 那 如果说你真的还是很不放心 你把他直栽在园区 你也可以常常来看他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说 其实不是到这里就ending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延续的 然后有时候你看他直栽在园区 我们的盆栽区 当花开的时候 他来看到花开了 我们就跟他讲生命就如同一样 就是一样 跟花一样 他现在只是在这个 在这一盆盆栽里面 生命就生生不息 所以你看你给他这么 这么好的祝福 那你也要好好对自己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都是很双面的 这种鼓励 虽然死亡的议题都很沉重 但是我都觉得说 死亡是一个段落 我们就像搭火车 一个点 接下来下一个点 我们该怎么去好好的去面对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跟很多的侍族讲 我说其实 你对宠物有这么多的爱 那虽然 你跟你们家 第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 他在这个地方下车了 但是你的爱还是满满的 我希望你再去认养 再去认养另外一只 其实我觉得这个鼓励很棒 因为 我有遇到很多有养宠物的人 他们的宝贝离世之后 他们其实 很难再去跨过那个 那个坎然后再去领养下一只宠物 这个是一个让爱延续的方法 对 因为有时候当下他们可能没有全程参与 所以他就是会有遗憾说这个点 他就跨不过去了 那当他跨不过去的时候他不敢再去面对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人遇到挫折 我们没有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放弃了 其实你下次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一样放弃 对 所以我都一直会跟主人讲 跟很多的侍族讲 我说你给他这么多的爱 其实他得到你的祝福 他有往下一个旅程走了 那你把你的爱可以再延续 那你也可以再去认养一只 然后好好的跟你有这个好的缘分 那其实我觉得不要把这些 有很多的侍族都 我不要不要再痛一次 虽然离别是会伤会痛 但是爱是可以延续的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其实 有时候来我们安和田的侍族 我们就是 这样子聊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透过他可以去转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当他全程参与的时候 他就没有遗憾了 毕竟 有可能有一些不是从他出生接手开始养的 但是最后一礼物是你陪伴在他旁边 他不孤单 对不对 那你有跟他这么好的缘分 应该把这个缘包的更圆 祝福他 而且不是把自己陷在这个悲伤的过程当中 当你全程参与了 你也放心了 等于是说你用新的 一段的旅程在出发 当然你可以再去找另外一只 宠物 来当你最好的陪伴者 我觉得 爱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延续下去 人生才会精彩 嗯 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棒 也提醒到很多的 市主 那 对于安和庭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 你们的流程啊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一个技能 其实我觉得都已经 我觉得都已经蛮棒了 那对安和庭 后续的一些短中长期 我们一些规划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政府有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跟法规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要往这方面比较有专业性的 然后比较 比较公开的方式 让这些市主也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宠物的死亡并不可怕 那也让老一辈的老人家 面临到说新的社会跟环境 这些宠物的离开 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都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小孩 而不是用旧的思维 旧的方式来 帮他们处理最后一里路了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未来的发展就是要让大家的观念 更能够接受 宠物火化的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让每一个市主也了解到说宠物的离开 其实也不是这么悲伤 我们应该要很正面的 去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 好好的把爱延续下去 就是让更多的人去 知道这个有这个message 就是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那最后就是 想要问一下林女士 因为您在原产业 其实我觉得您的 商业的洞察力也有 那也很棒 我觉得 因为 就是因为有这个 耕耘才有办法让这个产业去稳定发展 可是在面对 宠物离仪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您又 把心态归零 那再一直去学习 那你有没有一些话 想要给 正在创业的年轻人 或者是未来 他想要 加入这个 宠物离仪这一块的 年轻人 给他们一些建议 这样子 给年轻人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要 学习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 要站稳 对 站稳了以后 根要砸得深 那你才可以学习到 当你抬头看到自己的时候 是不断的在成长 那当你有这些具备条件的时候 你去面对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才会用心做 就这个很重要 就是 比较找踏实地一点 对不对 我觉得 林女士今天访谈完 让我有一个感受很深 就是 我们可以把 我们的专业发挥的很好 但是我们在面对 不一样的一个 不同层面的像 因为宠物离它其实是很 情感的东西 对 那我们在这个产业我们也付出更多的同理心 那也希望可以让社会更多的人去知道 我们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对 同时安慰到四主 对 这个很重要 对 我觉得非常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